看看新闻吧 他公称早有预谋 上周临时决定犯案的 犯案之后没有回忆 目前的尚不清楚嫌犯是否有精神问题 据悉台北捷运每天运送旅客180万人次 进驻的警力仅仅有135人 目前警方已经向捷运系统加派警力 加强巡逻以安定民心 到昨天下午的4点50分 台北捷运已经恢复正常 针对昨天下午发生的台北捷运凯人事件 台北市长郝龙斌昨天晚上6点召开记者会 做出回应 郝龙斌说 目前台北市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要恢复捷运的安全与秩序 让乘客不会有心理上的恐惧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昨天晚上的记者会上表示 新北市府警局与台北市警局会加派警力 对于铁路 捷运 高铁等大众运输系统 全力的加强防范